M痘疫情现在已经扩散到了欧洲和亚洲等地 虽然我国的情况依然受控 但是卫生部长拿杜斯里祖基菲里说 我国将立即的通过东盟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基金 来获得M痘口服抗病毒的药物和疫苗 祖基菲里指出M痘口服抗病毒药物T-POX 是用于治疗M痘 特别是提供给感染严重 而且免疫力较弱的患者 至于MVABN疫苗 则必须基于医生的检查和评估才可接种 并没有开放给一般的民众来接种 祖基菲里还解释 有关的疫苗只适用于高风险群体 包括卫生工作人员和与确诊者有密切接触的人士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